動漫我要聽 這鮮白色太黃了 一定會被我溫柔的小音給一塊呢 為什麼要鮮白黃 因為我有少女心啊 因為我純潔青春的肉體 大人物藝術製作 主持人 電玻璃長永博 主持群 電玻璃發展促進會 P.C.G.N. 大小事 給我仔細聽 李掌伯寶寶 今天李掌伯的關鍵字是 正義 朋友不像主角的主角 請聽這首由Bonnie Pink所演唱的 鐘を鳴らして 歡迎收聽動漫我要聽之李掌伯寶歌 我是雍貝亞陪伴在大家身旁的李明友 我先嗎 是啊 筆劃了半天 不好意思 因為李掌伯不是我的 對耶 你是亂入的 好 謙虛一點 今天讓你了 客人 大家晚安 我是諾維 大家晚安 我是丁當 終於等到今天了 我是大內 剛剛我們介紹的作品名字 感覺好像聽過耶 勇伯那是當然的啊 因為大內之前曾經大方向的介紹過整個系列 也就是傳奇系列 而且最重要的是 這一部的主角就是他整天記在心中 念在口中的 劉備 我來了 沒錯 就是我們的片頭 YES 然後後面的笑聲就是我 對 好啦 不過為了之前沒聽過的聽眾朋友 還是必須要在這邊稍微再簡介一下 傳奇呢是Namacom Bandai公司發行的系列遊戲 又被粉絲們以標題的英文簡稱 今天要介紹的呢 是這個系列中的第10部 Tales of Vespelia 中文翻譯成消心傳奇 簡稱為TOV 最一開始呢是在2008年初的XBOX 360上 隔年呢它又再重製在PS3上 還在重製的同一年底喔 上映了劇場版的動畫 這可是這個系列當中唯一一部有拍劇場版的作品喔 嗯 如此可見人氣之高 傳奇系列每一部都會有個副標題 也就代表著此作品敘述的主軸 TOV的名稱是貫徹正義的RPG 沒錯 因為劇情最大的點就是在探討何謂正義 真的有所謂絕對正義嗎 又該怎麼執行正義呢 為什麼越講越覺得我好像是電視節目上的名嘴呢 讓我們聽下去 好啦 就這樣直接探討主題好像就太嚴肅了 我們還是直接從角色跟劇情來切入吧 這個TOV的遊戲設定呢 是在一個虛擬的世界 在那裡呢 人類使用一種遠古文明創造的魔導器 不管是生活 交通還有戰鬥 或是創造結界保護城鎮 不受野生魔物的攻擊 而這種魔導器呢 必須仰賴一種叫做磨合的能源來驅動 聽到這邊是不是覺得很複雜 是 沒關係 就假假 就是大家假想一下說 這個世界裡有魔法這種東西 但是需要磨石來發動能量 故事一開始呢 大內最愛的Yuli 就是因為她住的平民區 水稻磨倒器的磨合被人偷走 她為了抓小偷才踏上旅途的 記得之前我在網路上有看過統整 歷代男主角很多都是為了女主角踏上旅途的 但是Yuli她很不一樣喔 除了服裝造型被歷代角色吐槽說 你全身都是黑的 海流和紫色的長髮 一點的又不像熱血的主角之外 她自始至終都非常堅持自己的目標 反而是女主角Estelle很常因為一些 臨時興起的同情心搖擺 最後同行的夥伴終於受不了 直接質問她說 你現在到底是要是被安裝 真的 而且說到夥伴啊 我覺得這一部的隊友 是歷代作品中少見的目的性強烈 其實常玩RPG的聽眾 應該都有碰過那種 就是一加入了夥伴 然後一直跟到結局 但其實你會想不起來 她當初為什麼要加入啊 對 但是TOV沒有 每個角色都有自己的故事 而且都不會去強迫別人應該怎麼做 就算女主角一開始設施衛生 無所适從的時候 大家也都會只會對她說 你要自己決定 對 這樣乍停止下 感覺很冷淡 不像夥伴對不對 但是越晚你就會越發現 正好相反耶 就是因為互相信任才做得到 那麼幾次來來去去 最後共同的目標 才總算讓大家團結一致 不過你們講到現在 除了抓小偷之外 我一點都沒有聽到 跟正義有關的字眼啊 勇博不要急嘛 朋友在這部作品裡 也是很大的主軸喔 因為Yuli為了貫徹正義所走的道路 可不是康莊大道 還為此跟她 從小一起長大的青梅竹馬 Fran 兵刃相向 蛤 到底是怎麼回事 先聽一段遊戲當中的配樂 休息一下 待會兒就來告訴大家解答 這是在大地圖上 飛來飛去時的配樂 好 剛剛提到Yuli為了抓小偷 而踏上了旅途 結果她在旅途的當中 遇到了很多社會上 不公不義的事情 譬如說地方官欺壓百姓 甚至還有皇宮裡面的議會官員 跟壞人勾結 試圖拓展自己的權力等等等等的 不過這些事情她並不是第一次知道 因為在劇場版裡面就有講到 其實Yuli她以前 曾經是國家歧視團的成員喔 但是後來 因為看不慣龐大的官僚體制 沒辦法完全遏止犯罪 還有一堆假政派 卻暗地裡做很多壞事的情況 所以她就自行退出 因此後來她變回一介平民 再度遇到這種 讓人看不慣的事情時 終於忍無可忍 用她認為 最可以一了百了的方法解決 也就是 直接殺了那些壞人 霞蜜欸 雖然那些壞人是罪有應得喔 但是這不就表示 Yuli的做法也是來按的嗎 沒錯 但是這個時候呢 就要提到本作中 代表光的角色 Flan了 因為Flan的父親 曾經是騎士團的隊長 所以她從小就立志 要跟父親一樣 走上這個維護正義 為人民帶來幸福的道路 當時Yuli離開騎士團的時候啊 就對留下來的Flan說 我沒辦法繼續待下去 以後就交給你了 呃 不過這樣兩根的立場 不就有些尷尬嗎 假設這個Flan還待在 忌兵團裡面 騎士團裡面了 而Yuli殺了人 那就算是好朋友 還是必須要依法處置吧 對不對 怎麼覺得好像 看到我們日常社會中 也常常探討的題目出來了 今天如果出現了一個罪犯 不管要如何處置 都必須是經由正當法律途徑來做裁決 就算是受害者家屬 也不能夠私下報仇嘛 只憑藉著個人的價值觀 就做出裁決 哎呀 這可是會天下大亂的呢 所以兩人因此大大爭論了起來 Flan覺得犯人不應該以人制裁 而該以法律制裁 就算因為法律有漏洞而無法制裁 也應該是先修改法律內容再先 也是為了達到這項目的 Flan才會繼續待在騎士團裡努力 只要爬到一定職位之後 就會有權力跟能力可以改變社會 但是Yuli也說啦 也有人會因為我現在殺了壞人而得救 難道在達成理想之前 要對這些人見死不救嗎 欸 Flan當然表示她並不這樣認為啊 雖然她還只是一個小隊長 當下也沒辦法提出實際的解決辦法 她還是想勸Yuli回頭 畢竟誰希望自己的朋友 斜然雙手做出這種犯罪的舉動呢 她問她 真的打算選擇這樣 剷除所有惡人踏上罪人的道路嗎 然後帥的來囉 就是Yuli她說出了本遊戲的名台詞 選擇不選擇 沒有選擇的 不是打算選擇是 我已經選擇了 帥爆了 是說遊戲當中有好幾幕 兩人這樣的對手戲 我後來刻意在這些劇情點前面分別存檔 就是為了可以實時看到這些劇情 真的非常精彩 就算聽眾現在聽我們講過這些劇情 還是非常推薦你們親自出玩遊戲或是聽廣播劇 才能夠實際體會Yuli的憤怒 砍下去的覺悟 還有Flan沉痛的語重心長 嗯這樣聽下來啊 在那樣法律還無法公正的替人民發聲的時候 我覺得兩方以主持正義的觀點來看 都沒有錯 只是選擇了不同的做法嘛 就像你們剛剛所說的光與影 兩者其實都是同時存在的 就像平行線一樣啊 嗯值得一提的是啊 遊戲中率先抓到壞人把柄 繼而打倒壞人 讓之後晚到的騎士團可以直接逮捕的 都是Yuli他們 Flan非常清楚 所以他之所以可以一直升遷呢 其實都是Yuli他們的功勞 嗯 而且因為Yuli他們事後完全不鞠躬 導致只有很少數人知道真正的英雄是誰 印證了我們剛剛第一首聽到的歌曲裡 歌詞裡唱的 光映照出影影依隨著光 兩者會相輔相成直到盡頭的吧 是否聽出我喜歡這部作品的另一個端倪啦 光影梗大豪Pubyships 欸 好啦好啦好啦 真是的奎諾維已經刻意用相輔相成 來代替相伴了 對 還是讓大內逮到暴走的機會啊 因為相輔相成啊 對 拜託 好好好 我們趕快進廣告休息一下 要聽到的是TO眾多角色都會出場的TOHERO主題曲 由Funkys所演唱的Shine 大內愛牛海 牛海愛大內 一日一望想 有益身心健康 歡迎回到動漫我要聽的節目現場 現在進行的是李掌博報告的單元 今天我們聊的主題是暗夜中的消心 TO 消夜 消心傳奇 TOV 你看 因為我肚子餓了嘛 對 眼都花了 對 TOV再次更正 TOV 消心傳奇 對 作品當中交織著很多重要的探討點喔 有光與影不同道路 卻目標一致的正義 還有朋友以及夥伴們堅定的信任還有情誼 可惡 本來打算今天要正經的 但是我還是想補充 雖然前面提到Flan跟Yuli因為理念不同起衝突 但是兩人並沒有翻臉 反而依然聲信對方喔 甚至後來在Flan差點為了遵照上司的指示做錯事時 Yuli還狠狠地問她 你到底在做什麼 藉此點醒她喔 而且Yuli犯了罪卻沒有馬上被抓 也是因為Flan相信她的行動都是有理由的 而且到最後打亡的時候 連國王都將希望寄託在她的身上 還讓一臉就很想跟去Flan 可以暫時放下保護國王的任務 讓她跟好友一起為他們的理想的社會努力 記得喔 想看兩位好基友一起努力要玩PS300才有喔 可是我深深覺得歷代傳奇都有很明顯的男女主角 最後也大多都會有那個感情的劇情嗎 就只有TOV 雖然Estelle的戲份也很重 但是我完全被當成一般夥伴 看來Yuli一心一意就是只想實現自己的理想 沒有時間談情說愛 對 這樣的男主角超帥啊 我可是因為Yuli這個角色愛上鳥海的喔 而且不是只有我 Yuli一方面打擊犯罪 一方面幫助Flan越爬越高 把罪孽都獨攬自己身上的作風 成功在系列作中衝高人氣 自從角色登場後 連續三次獲得人氣角色投票排行第一名的殊容 官方還認為再這樣選下去應該也很難變動了 所以藉著讓鳥海以這個角色入殿堂的同時 讓角色退出排名的選舉呢 喔 欸不只是角色棒喔 TOV的故事劇本也相當的扎實 似乎是歷代作品劇情最長的 除了上面說的探討正義這一塊之外呢 還包含了環保概念喔 劇情中呢 要解決人們因為過度使用魔導器 造成能量愛爾被大量消耗所引發的星石 請大家再度自行轉換成 嗯 氧氣被大量消耗導致了世界要毀滅 這樣比較好理解 嗯 星石啊為了補充愛爾 會把世界上所有的生命轉化成為愛爾 雖然遊戲當中 主角等人成功的解除一次星石危機 但是如果人們不改變生活習慣 繼續使用魔導器的話 那總有一天哪 會再發生一模一樣的事情 而唯一能夠解救世界的辦法呢 就是放棄使用魔導器 是不是覺得好像又可以接近 我們現在平常生活的議題啊 嗯 這立刻讓我想到能源的問題 就是遊戲劇情中只談到放棄魔導器 就可以免於世界末日 對於放棄魔導器之後的人們 該怎麼生存完全沒有實際描寫到 不過最後一滴跑字幕的時候啊 附了很多人們 努力適應改變過後的生活的樣子 配上又OP改編曲的旋律 呈現出 雖然既悲傷又恐懼 卻嚮往著美好未來的感覺 如果現實中也有那麼一天 我想一定會非常感動吧 是啊 事實上Yuli之後也沒有真的被抓 當然 因為這畢竟是遊戲 我覺得光是上述的劇情內容 就很值得省思了 不過不要以為都聽我講完了還玩什麼 各個角色怎麼聚在一起的 還有其背後的故事 都是很棒的看點 嗯 這是大內用力推薦的好作品啊 是私心吧 玩遊戲的 也是 可是很棒 對啦 我想應該是真的不錯 他才會用私心來推薦嘛 還有很多腦補的機會 玩遊戲的時候 能夠更深刻感受劇情張力的 正是RPG最棒的地方喔 有空的時候 不妨親自來玩玩看喔 最後我們要來欣賞的歌曲 請欣賞由OP主旋律改編的遊戲ED 物語的終わり 旅の始まり 3月28號有什麼大事件嗎 嗯 有日本動漫界的人士生日喔 哦 我知道 你要說的是暗尾大輔是吧 他的確也是今天生日 不過我想講的是這位 大河內一樓 哦 名字超特別的耶 叫一樓 那如果有弟弟的話 應該就叫二樓吧 哈哈 他是什麼人啊 他是一位動畫腳本家 同時也是小說家 負責過蠻多部 我們曾經介紹過的動畫喔 像是校園漫畫大王 魔法老師 罪惡王冠的副系列 我們還沒介紹過 但是也非常知名的 像是一神是鷹 反逆的魯露修 勇者物語等等 哇 他的出道作竟然是少女革命的小說耶 而且啊 作品的得獎經歷還真是不少呢 是啊 雖然不能說是原作 但是這樣的角色 可以讓作品更多元豐富呢 以後可以多多追蹤他囉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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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謝謝大家 支持 uh 是的 我記錯了